小米红米Note系列已经累积了许多粉丝 靠的是终端机里提供最高规格 再加个非常可负担的价格 红米Note4是当时性价比最高的终端机 它也成为了印度的终端机销量冠军 红米Note5也传承了高规格低价格的惯例 不仅如此 红米Note5也解决了红米Note4上的短板 我是来自科技先生的Alex Paul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小米红米Note5与小米红米Note4的比拼 如果在这影片里 你想看的是性能上的差别 我只能说性能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打开应用快多几秒 并不会影响日常使用 就算是打游戏 两部手机的表现都蛮相似的 我们会专注于红米Note5所带来的提升 让我们来开始这比拼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让我们来了解这两部手机的参数 你能在这暂停影片 因为两部手机的参数已经在影片中出现 小米红米Note5与小米红米Note4都使用了非常旧的三段式设计背盖 这背盖设计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因为两部手机的背盖都提供了一样的感觉 但红米Note5的握持感来得好 这是因为18比9萤幕的关系 在机身正方 你在红米Note5上 能找到5.99英寸18比91080P LCD 萤幕 使用的玻璃是康尼大猩猩玻璃 你在红米Note4上 找到5.5英寸16比91080P LCD 萤幕 使用的玻璃是龙尾玻璃 红米Note5的18比9萤幕 真的带来了更舒适的握持 尤其是跟红米Note4的16比9萤幕比较 不仅如此 红米Note5的萤幕数值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你也能享受大萤幕的同时有更好的握持 就算我不怎么喜欢18比9萤幕的长比例 但既然它提升了我从红米Note4的16比9萤幕的体验 我会让它过关 从龙尾玻璃换成康宁大猩猩玻璃也算是一个提升 因为它比起龙尾玻璃来得更坚固 即使我在影片的前端说了我们并不会专注于性能上的差别 但还是值得一提 小米红米Note5是第一部使用高通骁龙636的手机 就算高通骁龙625已经是一年前的处理器 但小米还是广泛的使用 所以你并不用担心红米Note4的性能 小米红米Note5运行着的是基于安卓8.1 Oreo的MIUI 9.6 而小米红米Note4运行着的是基于安卓7.0牛渣糖的MIUI 9.6 两部手机的MIUI体验都蛮一致的 除了安卓版本所带来的功能 红米Note5与红米Note4都能升级去MIUI时 但就没有消息是否会为红米Note4提供安卓Oreal的升级 希望支持Trible的红米Note5能够更快的得到安卓9Pi的升级 小米红米Note5内置了双摄像头 双摄像头的组合是组1200万像素摄像头与-500万像素摄像头 组1200万像素摄像头将负责所有的拍摄工作 而-500万像素摄像头只提供仅身数据 小米红米Note4只内置了单摄像头 红米Note4的相机只有差一个字来形容 红米Note4所拍摄的照片颜色都有点淡 美味可口的食物经过红米Note4的相机拍摄 都会变得平淡无味 红米Note5的相机绝对是一个提升 也因为人工智能得到了近期间的相机表现 红米Note5内置了自动HDR 而红米Note4并没有内置自动HDR 你必须手动打开 让我们来看看样张 中文字幕设计则 i know you have any i know you have any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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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